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感慨万千 为什么猫城里的事儿 猫城里的人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赶配 老舍先生的洞察力是如此的深刻 不得不感叹 人性的本质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猫城记 阅读 分享 第十二回 大蝎与一群地主全跑到飞机那里去 为的是得到一个外国来的保护迷邻的人 他们原有的外国保护者 不知为什么全都回了自己的国家 所以必须另请新的 他们说好了 请到我之后 大家轮流 凤阳 因为外国人 最近很不容易请到的 请我是他们的本意 谁知道我并没有长着猫脸 他们向来没见过 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他们害怕得了不得 可是 接着一看 我是那么老实 他们决定有请改成桌了 他们是猫国的人物 所以心眼很多 而且遇到必要的时候 也会冒一些风险 现在想起来 舍若我一开手便用武力 准可以把他们瞎跑 他们绝不会甘心罢休 况且我根本找不到食物 从另一方面说呢 这么被他们捉住 他们重视还怕我 可是不会敬我了 果然 由公请我改成想独占了 大蝎与那一群地主 全看出便宝 全看出便宜来了 捉住我 自然不必再与我 讲什么条件 只要供给点吃时 便行了 于是大家全变心了 于是大家全变心了 卑约 他们怕水 不敢上船 射若半路中船翻了 自然只能归罪于我的不幸 与他们没有关系 那个小屋离一片沙地不远 河流到沙地差不多就干了 船一定会停住不动 把我安置在小屋中 他们便回去吃迷野 他们的身边不能带这个宝贝 走路带着迷野 是最危险的事 因此他们也就不常走路 此次的冒险是特别的牺牲 大蝎的树林离小屋最近 可是也还需要那么大半天 才想起去看我 吃完迷野是得睡一会儿的 他嘴知道别人也不会快来的 他到了 别人也到了 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幸而有那艺术 他指着我的手枪 似乎有些感激他 后来他把不易形容的东西 都叫做艺术 我明白了一切 该问他了 那个脚料是什么做的 他摇头 只告诉我 那是外国来的东西 有好多外国来的东西 他说 很好用 可是我们不限模仿 我们是一切国中最古的国 他把嘴闭了一会儿 走路 走路总得戴着手铐脚料 很有用 这也许是实话 也许是巧皮我呢 我问他 天天晚上住在哪里 因为林中只有我那一间小洞 他一定另有个地方 去睡觉 他似乎不愿意回答 跟我要一根艺术 就是将要拿去给皇帝看 我给了他一根火柴 也就没往下问他 到底睡在哪里 在这种讲自由的社会中 人人必须保留着有些秘密 有家属没有 他点点头 收了迷页便回家 你与我一同去 他还有利用我的地方 我想可是家在哪里 京城 大皇帝住在那里 有许多外国人 你可以看看 你的朋友了 我是由地球上来的 不认识火星的人 反正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与外国人 都是朋友 不必再给他解释 只希望快收完迷页 跑到猫城去看一看 我与大蝎的关系 据我看 永远不会成为好朋友的 据我看是如此 他也许有一片真心 不过我不能欣赏他 他或任何猫人 社若有真心 那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 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人 似乎是他 所以交友的主要原因 三四个月内 我一天也没忘了去看看我那 网友的尸骨 但是大蝎�用尽方法阻止我 不让我去 这方面看出他的自私 另一方面显露出 猫人心中并没有朋友这个概念 自私 因为替他看护迷页 好像是我到火星来的文艺责任 没有朋友这个概念 因为他口口声声 总是死了 已经死了 干什么还要看他去 他第一不告诉我 到那飞机坠落的地方 怎么走 第二 他老监视着我 其实我慢慢的寻找 我要是睡着河岸走 便不会找不到 总可以找到那个地方 但是每逢我走出迷林 半里以外 他总是从天而降的 劫住我 劫住了我 他并不强迫我回去 他能把以自己为主件事 说的使我替他伤心 好像听着寡妇 述说自己的困难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使我不由的 将自己的事 搁在一旁 我想 他一定在背地里 抿着嘴 暗笑 我是个傻蛋 但是 这个思想 也不能使我 心硬了 我几乎要 佩服他了 我不完全相信 他所说的了 我要自己去看看一切 可是他早防备着这个 迷林里 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但是他总不许 他们与我接近 我想用阅读的方式 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部在国际社会 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 中国文学作品 《猫城记》 请朋友们 跟着我 一起走进 《猫城记》 《猫人国》 一起来感受 一起来聆听 八十多年前 老舍先生说给世人的故事 《猫城记》